我们就把镜头转进美国 美国有一个时尚话题 最近热烧非常有意思 它在美国大苹果纽约市 精品LV旗舰店装修 它的外观在装修期间 可以变身变成一个超大的行李箱塔 这叫做临时旗舰店 开幕之后现场星光翼翼 没有人在乎这是临时旗舰店 整个店面设计都以LV品牌的经典元素打造 店里面布置了四座行李箱堆叠的高塔 还有美国第一家LV咖啡厅美食店 从布莱德利库博 安纳德哈马斯 到珍妮佛康纳利等知名影星 通通身穿品牌服饰搭配经典包款 出席知名精品LV的临时旗舰店 在纽约市全新开幕 成为目前全美最大的LV店面 虽然是临时设置的据点 门面设计却一点都不马虎 打从建筑物的外观 就包装成超大型LV经典logo的行李箱 负责操道的日本建筑师崇崇向品 把品牌精髓贯穿到室内 同样运用好几个经典皮箱 一路堆叠到屋底 重松相品认为16公尺高的艺术作品 不但和纽约市做了最完美的结合 还能让顾客无论身在哪一层楼 都能直接看到最主要的中庭 石胸和艺术密不可分 在英国还加入了科技的元素 这是一场由英国版Vogue杂志主办 刚在伦敦开幕的沉浸式展览 又让民众能近距离回顾 过去150年来的伸转台计划师 内容南瓜的Chanel LV Dior等全球60多个顶尖设计师和品牌 并划分成五个篇章 除了最主要的时尚 还加入艺术 娱乐 科技和政据等相关元素 整个战场以四层楼高的墙面 和360度大型布幕打造 再加上沉浸式的音效设计与音乐 并出动知名影星来配音旁白 主办单位声称 这绝对能让前来参观的民众获得 比以往坐在时装售 还仅第一排更好的感官体验 为时尚圈贡献一份心力 不只有知名的国际品牌和大集团 还有白手起家的新秀 这场主打拉丁时尚多样性的时装大秀 最近在迷尼苏达州双神区登场 背后操大的服装工作者是他 但马丁尼茨的时尚启蒙 却与大多数同行的经历很不一样 因为他是在驻冰中东的时候 无意间看了自己身平第一本时尚杂志 他认为花钱请人定制一套西装太过昂贵 同时也认为剪裁设计除了要穿得好看 还得具备功能性 从自学到创立品牌的不只有他一人 内部拉斯加州这位垒球投手 同样在最近成立了自己的运动休闲品牌公司 马基打从七岁就在设计衣服 全因他的父亲带他去了 专做零售批发的洛杉矶时尚区 后来马基甚至还帮自己的球队设计队服 他的新设计很快就要在这个月亮相 TVB有些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